嗨,大家好,我是薰座主编悠悠 接下来为大家播报 2021年4月19日的十二星座运势 本日重要现象,水星进入金牛座 思考物时,盘点财物的一天 周年一项星座有 八羊座,天秤座,狮子座,射手座,金牛座,摩羯座 接下来了解一下十二星座的具体运势 请同时参考太阳星座和上升星座 八羊座四颗星 八羊宝宝今天在职场上一向前被取经 多听取同事的建议 避免自己闷头苦干 工作再忙,也别忘记关心另一半 建议下班后买一些他爱吃的水果回家 幸福就藏在这些细节里哦 金牛座四颗星 金牛宝宝今天会无限包容伴侣 哪怕有好几次濒临崩溃 但还是努力把情绪控制住了 建议把自己的底线与另一半说清楚 爱情并不意味着某一方无条件的自我牺牲 双子座四颗星 双子宝宝今天在感情方面 不宜进展太快 建议从生活的点点滴滴中 慢慢了解彼此 循序渐进 有望换来长久的爱情 在职场中 要注意维持好与同事之间的关系 远离小人 巨蟹座四颗星 巨蟹宝宝今天可能会与另一半陷入冷战 建议通过进一步的交流和沟通来解决问题 正财运不错 目前所负责的事物 可能会为你带来持续性的收入 狮子座五颗星 狮子宝宝今天在感情方面 已主动出击 尤其是刚开启恋情的狮子 适当制造一些惊喜给对方 有望增进两人之间的感情 工作方面可能有贵人相助 处女座五颗星 处女宝宝今天在工作方面充满了想象力 有很多点子可以和同事分享 处理垃圾时 注意做好干湿分类 为环保出一份力 温馨提醒 见识的处女座 睡前别忘记摘掉隐形眼睛哦 天秤座四颗星 天秤宝宝今天可能会迎来新同事 可以试着和对方打好关系 全当结交新朋友了 感情方面 如果有相亲的机会可以试着把握住 父母介绍的对象一般来说都比较靠谱 天蝎座四颗星 天蝎宝宝今天在工作中 可能会遇到一些难题 建议认真对待 而不是试图通过耍小聪明去解决问题 感情方面 建议试着去接受对方 给彼此更多的机会 射手座五颗星 射手宝宝今天相对安稳顺利 不但能很好地完成工作任务 下班后 还能与好友一起约一顿火锅 这样平静的生活 让你乐在其中 那就暂时把生活的重担 丢到一边吧 摩羯座四颗星 摩羯宝宝今天在工作方面 可能会因马虎而犯下错误 虽然及时挽回了 但还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建议虚心接受领导的批评 并加以改正 下班后尽量早点回家 水瓶座四颗星 水瓶宝宝今天在工作中 总想摸鱼 想着事情都快做完了 正好领导不在 偷偷放松一下 应该没关系吧 建议上班时间 还是要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 下班以后再尽情玩耍吧 双鱼座四颗星 双鱼宝宝今天在工作当中 认真处理好自己的事物就可以了 面对别人的求助 建议量力而行 穿不合适的衣物 可能会让你感到不舒服 尽量选择面料更舒适的衣服 点赞转发 人生开挂 下班以后再尽量